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7月2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 我是BOSS 近期,一泽泽白菜价房产信息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刷爆了人们的朋友圈,鹤岗两万一套房 拎包入住,深圳业主挥累大甩卖 直降百万,这些看似天上掉馅饼的消息 让不少人欣仰难耐,跃跃欲试 然而,在这看似千载难逢的抄底良机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风险与陷阱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剖析当前中国楼市的真实状况 以及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要想理解中国当前楼市的处境 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 30年前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惨痛教训 那场灾难不仅让无数人倾家荡产 更是让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30年的停滞期 如今,中国楼市似乎也开始步入日本的后尘 这不禁让人忧心忡忡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日本当年房价下跌的私不取 一新房带头跳水 在这个阶段 开发商由于资金链紧张 不得不降价促销 以回笼资金 然而,二手房业主仍抱有幻想 不愿降价 导致二手房市场出现有价无市的尴尬局面 这种情况在当前中国楼市中已经出现端倪 许多城市的新房价格开始出现松动 而二手房价格则相对坚挺 二,法拍房集中抛售 随着经济形势恶化 越来越多的人无力偿还房贷 导致大量房产被银行收回 并进行拍卖 法拍房的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 进一步拉低了整体房价水平 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 法拍房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三,投资客割肉离场 当房价持续下跌 投资者开始意识到楼市可能已无其策 于是纷纷选择割肉离场 这种踩踏式抛售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恐慌 形成恶性循环 虽然目前中国楼市尚未出现 大规模投资客撤离的情况 但一些二线城市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迹象 四,房产税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1992年,日本开始征收房产税 大幅增加了持有房产的成本 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许多人无力承担这额外的负担 只能不计成本的抛售房产 最终导致房价彻底崩盘 虽然中国尚未全面实施房产税 但这种政策的阴影 一直笼罩在楼市之上 成为潜在的风险因素 那么中国楼市目前究竟处于怎样的境地 表面上看 我们似乎还停留在日本模式的第一 二步之间 然而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关键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 今年7月 70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的城市高达57个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的城市更是达到了64个 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去年同期 显示出房价下行压力正在不断加大 阿里拍卖平台的数据显示 2023年上半年 全国住宅用房司法拍卖的平均成交率 仅为31% 换言之 超过三分之二的法拍房都流拍了 这一现象反映出市场需求的疲软 以及潜在买家对未来房价走势的悲观预期 最近房地产融资三条红线 正式升级为四条红线 对房企的资金链控制更加严格 这意味着开发商借薪还旧的路径被进一步收窄 未来爆雷的风险大幅增加 一些大型房企已经开始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 这无疑会对整个行业产生连锁反应 2023年上半年 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 同比下降超过30% 土地承销面积同比下降近20% 这表明开发商的拿低意愿明显下降 对未来市场前景持谨慎态度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 2023年1至7月 Top100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28.5% 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3.2% 这种销售低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反映出楼市需求的持续萎缩 这些数据无疑不再警示我们 中国楼市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 价格下跌的压力正在不断累积 然而 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相比 中国楼市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和复杂 众所周知 土地出让收入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据财政部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 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比例高达30%左右 这一比例远高于日本泡沫时期 一旦房价大幅下跌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将面临断崖式下跌 这可能导致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受到影响 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 地方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房价 如出台限跌令 推出各种补贴政策等 这种行政干预虽然可能在短期内稳定市场 但也可能扭曲市场机制 延缓市场出清的过程 最终导致问题更加严重 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中 房产占比高达70% 这一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 反映出中国居民的财富结构过于单一 对房产的依赖程度过高 这意味着 一旦房价大幅下跌 将会对居民财富造成毁灭性打击 进而影响到消费 投资等各个方面 最终拖累整个中国经济 更为严重的是 由于大多数家庭的财富 都集中在房产上 一旦房价下跌 他们可能会陷入负资产困境 及房贷金额超过房产价值 这不仅会打击消费信心 还可能引发大规模违约 对整个基隆体系造成冲击 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2年末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 已达到14.9%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未来购房需求将会持续萎缩 同时 中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 2022年的出生人口 仅为956万人 创下194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这意味着 即使是刚需型购房者 其数量也将逐年减少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 已经超过40平方米 早就超过了国际标准 这表明 中国的住房供给 已经基本满足了居民的基本需求 未来房价上涨的动力将会越来越小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2年 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 如果加上与房地产相关的建筑业 家具制造业等 这一比例可能高达20%左右 这意味着 房地产行业的任何波动 都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调整 不仅会直接影响建筑 装修等相关行业 还会通过产业链效应 波及钢铁 水泥 家电等众多行业 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巨大 这种差异也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 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 二线城市的房价 仍然高居不下 而三四线城市 则面临着严重的库存积压问题 以鹤岗为例 这个曾经的煤炭重镇 如今人口持续流出 大量房屋空置 甚至出现了两万元一套的超低价方圆 这种极端情况 虽然在全国并不普遍 但却反映出 部分城市楼市已经陷入恶性循环 人口流出 导致房价下跌 房价下跌又加速人口流出 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不仅仅局限于行业本身 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金融风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 截至2023年6月末 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为53.54万亿元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5.8% 如果房价大幅下跌 可能会导致大量贷款违约 给银行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此外 许多房企通过发行债券 信托等方式进行融资 一旦出现违约 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面对楼市下行压力 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 一方面 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 需要采取措施稳定房价 另一方面 又不能让房价继续上涨 加重年轻人的购房负担 这种矛盾的政策目标 使得调控效果 往往事倍功半 例如 一些城市为了刺激需求 推出了手套房贷款利率下调 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等政策 然而 这些政策在短期内 可能会刺激部分需求 但长期来看 可能会加剧房地产泡沫 增加未来调整的难度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对中国楼市的未来走势 做出以下预测 一区域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 二线城市 由于人口持续流入 产业基础好 房价可能会在高位震荡 而大多数三四线城市 特别是人口净流出的城市 房价下行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二房价总体呈现缓慢下行趋势 考虑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能力 中国楼市不太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 但在人口结构 经济转型等因素的影响下 房价总体上 可能会呈现缓慢下行的趋势 三房企分化加剧 行业集中度提高 在严格的融资环境下 部分高负债 运营能力差的房企 可能会被淘汰出局 而资金实力雄厚 品牌影响力大的头部房企 将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四 租赁市场将获得更多重视 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失入推进 以及年轻人对置业观念的变化 租赁市场可能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长租公寓 共有产权住房等新型住房模式 可能会得到更多支持 面对这些挑战和可能的走势 政府 企业和个人 都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对于政府而言 一 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逐步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二 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 遏制投机炒作行为 三 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 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四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 五 完善城镇化政策 促进人口合理流动 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 一优化财务结构 降低负债水平 提高抗风险能力 二 转变经营模式 从单纯的开发销售 向综合服务转型 如发展物业管理 社区服务等业务 三 加强成本控制和项目管理 提高运营效率 四 积极探索新的业务领域 如养老地产 文旅地产等细分市场 五家大科技投入 推进智能化 绿色化建设 提升产品竞争力 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 一保持理性 切勿被短期的白菜价迷惑 仔细评估投资风险 二 投资组合 不要将所有资金 都压住在房地产上 三 关注自助需求 而非投资投机 选择适合自己的房产 四 提高财务管理能力 合理控制杠杆 避免陷入负资产困境 五 关注租赁市场的机会 在租与买之间 做出理性选择 在分析了中国楼市的现状 和面临的挑战后 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 探讨一些根本性的结构问题 这些问题 可能会长期影响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 是导致房地产问题的根源之一 城市土地国有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二元结构 以及土地出让金制度 造成了地方政府 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这种制度设计 不仅推高了房价 也导致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未来需要考虑如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建立更加市场化 法治化的土地管理制度 例如 可以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益 同时改革土地出让金制度 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尽管中国的城镇化率 已经超过60% 但仍有大量农业转移人口 未能真正融入城市 户籍制度的存在 使得这些人口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也限制了他们的购房需求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提高城镇化质量 不仅能释放新的住房需求 也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应该着力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真正实现已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高度依赖房地产 不仅表现在银行贷款中 房地产占比高 还体现在大量影子银行业务与房地产相关 这种结构使得金融体系 极易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 未来需要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 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 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 防范系统性风险 长期以来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中 占据了过高的比重 挤占了其他产业发展的资源 这不仅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未来需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同时要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 而不是过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尽管中国已经全面放开三胎政策 但人口增长的惯性 使得人口老龄化 少子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 这将对未来的住房需求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需要制定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 不仅要鼓励生育 还要为年轻人减轻住房 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 同时要为与筹谋 及早规划和发展是老化住房 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虽然房地产税已经讨论多年 但至今仍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缺乏有效的保有环节税收 不仅加剧了投机炒作 也加重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 未来应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试点工作 建立科学合理的房地产税制 这不仅有利于抑制投机 也能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源 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尽管近年来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大量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未能得到有效满足 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同时探索多种保障方式 如租赁补贴 共有产权住房等 以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楼市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将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特别是与曾经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的国家 一 与日本比较 日本是最常被拿来与中国对比的案例 两国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 都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但中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日本更为复杂 中国的城镇化率还有上升空间 而日本在泡沫破裂时已基本完成城镇化 中国的人口规模远大于日本 区域发展不平衡更为明显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更强 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稳定市场 二 与美国比较 美国在2008年经历了严重的次贷危机 这场危机最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情况有以下不同 中国的房贷门槛相对较高 首付比例普遍在30%以上 而美国次贷危机前出现了大量零首付 甚至副首付贷款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受政府调控的程度更高 不会完全由市场力量主导 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相对不发达 房地产相关的金融风险相对集中在传统银行体系内 三 与新加坡的比较 新加坡是一个值得中国借鉴的案例 这个城市国家通过公共住房体系 成功解决了大部分国民的住房问题 新加坡约80%的居民住在政府建造的组屋中 而中国的保障性住房覆盖率还远远不够 新加坡实行租售并举的政策 既满足了居民的居住需求 又避免了过度投机 新加坡的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 这使得政府能更有效地控制土地供应和房价 四 与德国的比较 德国是少数几个近年来房价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之一 其经验值得借鉴 德国有完善的租赁市场和相关法律保护 约有一半的家庭选择租房而非买房 德国的房地产税制相对完善 包括房产税 土地税等有效抑制了投机行为 德国的银行对房贷审核非常严格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机性购房 通过这些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楼市的一些特殊性 一 政府干预度高 中国政府对楼市的调控力度远超大多数国家 这既是优势 也是挑战 二 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 这位楼市提供了一定的需求支撑 但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三 房产在居民资产中占比过高 这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 也加剧了贫富差距 四 区域发展不平衡突出 一线城市房价积高 而一些三四线城市则面临空城危机 无土地财政依赖严重 这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 也推高了房价 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对中国楼市的未来 做出一些展望 依长期趋势 理性回归 随着人口红利消退 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楼市可能会进入一个长期的理性调整期 房价增速可能会逐步回落到 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相匹配的水平 二 市场分化更加明显 不同城市 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 可能会呈现更加明显的分化态势 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 可能会保持相对稳定 而许多三四线城市 可能面临长期的调整压力 三 政策导向更加精准 未来的楼市调控政策 可能会更加精准化 差异化 一城一侧 甚至一区一侧 可能会成为常态 同时 政策重心可能会从单纯的价格调控 转向优化住房供给结构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等方面 四市场结构更加多元 租赁市场有望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市场关注 长租公寓 共有产权住房等新型住房模式 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同时 养老地产 文旅地产等细分市场 也可能迎来新的机遇 无企业格局 加速洗牌 房地产行业可能会经历一轮深度洗牌 财务实力雄厚 品牌影响力大的头部企业 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而一些中小房企 可能面临被兼并或淘汰的风险 六 金融关系 逐步降温 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深入推进 房地产与金融的关系 可能会逐步降温 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投放可能会更加审慎 房地产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占比有望逐步下降 七 科技赋能加速发展 科技在房地产行业的应用可能会进一步加速 从智能家居到绿色建筑 从VR看房到区块链技术在产权登记中的应用 科技将深刻改变房地产行业的方方面面 八 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 房地产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可能会稳步推进 更多的外资可能会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 同时中国房企走出去的步伐也可能会加快 屏幕前的大家是怎么看中国房价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